請你幫我接浪步 小心肝腎先衰竭 就是說 它最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怎麼睡 怎麼睡 都沒辦法提省 你繼續操它的話 事實上就會造成 環環相扣 所以肝跟腎是相關的 我們整體身體都會崩潰 接下來可能就是肝功能 就肝指數燒高 接下來就是你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是怎麼樣 就是常常這邊也累 那邊也累 這個是太常見 我覺得提不起勁 提不起勁 對 好累 覺得永遠都睡不飽 對 但是我們一般的提不起勁 可能認為說精神狀態 抵抗力不好 但是你萬萬也沒有想到 其實身體有很多地方的 過勞 那個部位 過勞 是你想不到的 有部位 有部位的差別 不就整體的什麼慢性疲勞 還是就是不舒服 沒有 那就淺了 這樣是淺了 淺了 對 我就看你有多深 我有 真正深的在這裡 來 什麼 這些地方也過勞了 來 來看看 包括了症狀一 經常頭痛 腰痠背痛 症狀二 經常感冒 一感冒就發燒 還有症狀三 皮膚乾燥 容易過敏 長痘痘 這三個也會稱之為過勞的其中一些 而且是某一個部位的過勞是不是 對 很難連結 我跟你講 不會 浩然 有沒有符合 我是一跟三 因為腰痠背痛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生完孩子 還是年紀到達了一個地方 就會腰痠 地方 就會腰痠背痛 所以每次睡覺起來 就全身不舒服 然後皮膚過敏這件事情 我真的很納悶 我從小到大 從來沒有皮膚過敏過 但這五年 皮膚就是非常容易過敏 而且看了 我看你皮膚常常還是很好 對啊 很亮 因為我有蓋 是假的 不是很誠實 怎麼這麼誠實 有時候過敏的時候 紅點我會稍微蓋一下 我皮膚好是沒錯 但是我也過敏了 對 然後我就看了所有的皮膚科 皮膚科醫生就會問說 有沒有換保養品 有沒有吃到什麼 完全沒有 可是他就會一直過敏 然後我還去驗過敏原 驗了過敏原 驗了三張 醫生說沒有半個過敏原 我到現在都很納悶 找不到原因 這五年來 找不到原因 好 來 冠儀 我也是一跟三 就是因為 我其實還滿常晚睡的 然後加上有時候 我可能壓力太大 三四天 開始壓力連續的 就會開始頭痛 然後有一點輕微 好像感冒的症狀 就是會覺得喉嚨乾乾的 然後痛痛的 但又不是真的感冒對不對 對 然後腰痠背痛 不只是睡前腰痠背痛 加上這個皮膚乾燥 容易過敏 長痘痘 我就常常很不解 就是我只要一旦睡不太好 或是長時間是睡眠不足 我自己覺得 我不知道是哪裡有問題 然後就突然之間就會長 一個非常大又大 然後又硬的痘痘 然後是會留疤的 像我這個是幾個月前的 到現在就是我沒有化妝 對 它都還是會有一個 就是痘疤在這裡 平常不長 那一長它一定會留痘疤 而且非常大顆 非常硬 對 所以我就想說 好奇怪喔 還有就是不見得是在換季的時候會過敏 超級奇怪的 反而在念書的時候都不會皮膚過敏 好的跟什麼一樣 但是現在就是只要好像感覺睡不好 就開始會紅紅的一塊一塊的 一顆一顆一塊的 然後很多人都說 喔 你又去幹嘛了 你去打了什麼 沒有 就是過敏 然後整個臉就腫起來了 欸 就很奇怪 大家好像到了一個年紀那個 那成績 什麼到了一個年紀 到了一個環境 欸 喔 來 那妳呢 換我 我覺得我這三個都有耶 對啊 因為我常常就是 睡覺起來 就只要睡覺起來 就會感覺是整個頭很暈眩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 因為我可能有點慣性駝背還怎樣 就是我只要挺著 我的腰就會很痠很痠 就譬如說我現在錄影 我現在要挺著站著 然後等一下我收工後 我就立刻我的腰是非常痛 就痠啊 對 就會很痠 還這麼年輕欸 對啊 我也不知道衛生 怎麼會啊 然後像感冒的話就是 夏天平均兩到三個月會感冒一次 因為可能夏天就外面熱嘛 常常會外景啊 然後你就流汗啊 然後可是一到室內就是 吹冷氣 然後很容易就會感冒 那冬天的話頻率就更長 因為冬天我 你知道女生就愛漂亮 有時候會穿什麼 很少 對 會穿 因為如果穿很臃腫 就會覺得自己很胖 很像霸掌 然後就會想說 要美美的出門什麼的 然後結果冬天的頻率就是更高 大概一個月都會感冒一次 那算很平常欸 我發現這都偏瘦的人 會有這個狀況 而且手腳永遠都是冰冷 像有時候也是鼻子會過敏 會很癢 突然很癢 你就要一直揉鼻子揉到 我整個鼻子感覺都要掉下來 就是會很癢 整個是紅紅的狀態 聽起來好嚴重 很癢 最弱的 對啊 我們好像還好欸 對 釋懷了吧 我真的是傲笑脸 真的傲笑脸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認為這什麼過敏症狀 揉揉鼻子啊 只是我一時的不舒適 太累了 那就還好而已喔 對 沒有 但是後果可能超乎你想像 來看一下 小心什麼過勞呢 就是我們的肝過勞 肝過勞欸 為什麼呢 洪醫師 事實上 西醫並沒有肝過勞這個診斷 但是我們先來想一想 為什麼現代人 這麼喜歡用這個名詞 我們肝臟是一個人體 最大的一個化學工廠 你要燃燒 你吃不管吃什麼碳水化 或吃脂肪吃蛋白 要變成我們的能量 要解毒 要消 全部都是靠它 那如果 可是我們這些工廠 它有一定它的負載量啊 我們既然日夜顛倒 高油鹽糖 經常去刺激它 造成它的負荷 超過它的負荷 我們就跟它叫做肝過勞 那肝過勞會有什麼症狀 第一個 經常頭痛 腰痠 背痛 這個是什麼原因 你可能你已經沒有一些能量產生 然後你的那些脂肪開始堆積 乳酸堆積 那這長久下來 可能會造成一些脂肪肝 就是說 這些過勞的東西會造成你肝臟的功能 更加的衰退 你本來產能有100分 會降到現在90分 所以就累積更多 所以這個經常頭痛 腰痠 背痛 這事實上是 就會產生這個症狀 然後發生的時間點不一定 不一定 第二個症狀 為什麼出現長長感冒 一感冒就發燒 長長感冒 但我們正常人一年感冒個三次 這個很正常 那你如果一年感冒個十次 這麼正常 不正常 一個月感冒五次 那不正常 一個月五次 我老公就是這樣 你感覺到我老公很壯對不對 昌明哥 他是不是一天到晚再不舒服 他真的是壯到 你會覺得說這個人就是以前 因為他以前抗瓦斯 像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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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一講話 接著 你怎麼有鼻音啊 又感冒了 就是因為他一直覺得 他中速是運動 其實他這幾年一直在勞動 勞動到他就會常常感冒 所以到底怎樣算常感冒 因為我也蠻常感冒 一年十次好像有 一年大概三到四次是可接受的 一進一次 對 差不多這樣 那如果超過六次 六次就比較稍微免疫力比較差一點 那如果八到十次 那就是免疫力很糟糕的 很糟糕 對 你那個中速是我一個勞動或運動 那就是運動 對 你真的是不能超過 超之過勞 不能超到過勞 要適當 中平是不是有脂肪肝 對 他有脂肪肝 他前幾年去健康檢查 都有脂肪肝 而且我公公跟我婆婆 都是肝癌走的 所以為什麼我特別注意他的肝 我身體前幾年 我們去打了B肝 一直打到我們兩個 現在都有抗體 可是問題是我還是會擔心他 因為爸媽如果肝都不好 他又這樣勞動的話 其實好像很容易 其實我們肝臟超負荷的話 第一個的變化 可能出現一些肝炎 或一些脂肪肝 結果是… 我一直討論 二次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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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